乔老师呢今天主要报告的题目是 这叫智慧引领洞见未来 如何利用CNKI SMART捕捉 经济领域前沿 乔老师呢是 一直在 中国 资网工作然后呢 他的这个报告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在 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 哪里是前沿一直问我 我也有很多人来这个学生啊问我 这个通过统计 现有文件通过各种 现在技术来发现研究的前沿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呢乔老师呢 是同方知网海外事业部 产品经理然后 CNKI SMART产品负责人 他同时呢是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心理学的 硕士现在就请 乔老师给大家报告 好的 好的 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我今天汇报的 可以看到 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 如何利用 CNKI SMART捕捉经济领域的前沿 那CNKI SMART 是我们之网最新研发的 一个AI学术研究工具 那它是 主要围绕着 学术研究的各个场景 来辅助大家 那我今天就拒绝 也借由咱们这个 经济大亚堂的机会 去交到这个经济学领域 来用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 来展示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 CNKI SMART 这个AI工具 去了解一些经济领域的前沿 那我具体的 我具体的内容 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实验第一部分 就是想给大家主要 介绍一下 我们在AI这个时代 如何利用AI这个技术 去了解一些 经济学领域的前沿话题 那第二点是 想要介绍一下 在这么多AI工具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 比较激烈的场景下 为什么要选择 CNKI SMART这个工具 那第三部分 就是对于它的功能的 一些简要的展示 最后一部分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服务模式 那我们逐步来看 首先我想带大家 一起来了解一下 就是在这个AI时代 我们如何去 捕捉经济学领域前沿 以及AI在经济学领域 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应用 那这里我分为了 三个比较大的角度 首先我们在前沿 这个话题上面来说 AI可以做到哪一些方面呢 这里我列出了三点 第一部分就是在数据驱动的洞察 这方面上来说 那AIGC呢 可以通过实时分析一些 经济的指标 或者是说通过历史数据的训练模型 来预测未来的一个经济走向 那通过这种模式来实现 数据驱动的一个洞察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而在自然语言处理 ILP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通过ILP的技术 我们可以去进行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 来分析比如说最新的一些新闻报道 政策声明 来提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同时也可以去评估一下市场的情绪 以及一些新进的 经济事件的一些反应 来更好的去了解一些新的热点 大家的一个反应情况 以及一个新的趋势 那第三部分就是 实时经济监测和报告 我们可以通过AIGC的模式 去建立一个经济意表盘 或者是报告自动化的形式 来实时的去进行经济的监测 和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交到一些比较具体的 经济学的场景下面 比如说第一个场景 是智能投资这个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AIGC 去分析一些市场的数据 来去给到一些投资策略的建议 那另外可以进行市场情绪的监测 来捕捕市场情绪的变化 同而推断一些投资的策略 或者是方向 那第二个部分是 政策和市场的模拟 那这主要是可以通过AIGC 去模拟不同的政策经济 政策和市场 对社会的一些潜在影响 那第二个就是 也可以进行一些情景的分析 同而进行一些不同场景的模拟 最后一个就是 在经济学教育和培训这个环节上面 AIGC也可以去帮助 辅助去生成一些教育和培训材料 那最后我们拒绝到 经济学学术研究这个场景上面来说 那AI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 第一个就是跨学科研究这方面 一方面就是AIGC可以促进经济学 和其他学科的一个知识融合 另外一方面 AI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新的方向 或者是新兴的领域 本身就可以与经济学 进行一个交叉的研究 那另外结合AIGC技术 也可以去开发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进行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促进 另外的话 也可以进行文献和研究报告的 一个自动综数 那这主要是通过AIGC的方式 而去自动化的进行文献回顾 或者是设置关键词和主题 进行一个主题的追踪 那最后一个场景下面 就是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辅助 比如说AI可以去提供一些研究设计 和数据解释这方面的工作 那总而言之的话 这几个九个比较细分的场景上面来说 都是通过AIGC去促进经济学的 一个研究发展 那它通用的一个技术的框架 都是这几个领域的一个排列组合 包括锤域的RM和AIGC和REG的增强检索 和Agent的智能体 那市面上或者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那个AI的工具都是通过这几个框架的 一个排列组合 那这些AI能力支撑的应用背后 最重要的依旧是它的一个数据和高质量的内容 因此那我们为什么选择CNK Smart 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那CNK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学术厂商 也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这样一个大模型的技术 那CNK和华为联合打造了一个 华制专业基础大模型 那这个模型是基于盘古的基础模型 同时通过质网的高质量语料 进行了一个增强训练 来生成了这样一个R20加的华制基础大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 解决我们现有通用基础大模型上一些 常见的问题 包括知识记忆的错误 信息时效性不足 逻辑推理错误和缺乏专业知识这些问题 那以这个为目标 我们去进行了华制大模型的这样一个打造 那CNK Smart是以华制大模型 为底层的基础 那华制大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 它是我们质网全站自主可控模型的一个基础 同时我们把质网的全部的语料数据 进行了灌入训练 因此它是有质网可信语料的增强的 那华制大模型的 它的模型参数是380亿 也是相当大的 同时拥有32K的常文本的窗口 那基于这个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采用的是REG的检索增强生成的模式 我们外链了AI K-Base 相量库 AI K-Base 相量库是织网的自主研发的一个技术 那是把我们织网所有的底层数据进行了相量化 来生成了这样的一个AI K-Base 相量库 把它搭载到我们底层的华制大模型上进行了一个可信溯源的增强 那基于华制大模型加上AI K-Base 相量库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 那为Sinkai Smart 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技术保障 那这里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AI K-Base 相量库 那除了它是自网自主研发的之外 它涉及到的相量的内容是从核心的原数据到内容全文 都进行了一个相量化 目前我们的相量数据有超过15一条的章节段落级的相量数据库 那随着我们质网数据的不断更新 那这个相量数据也是会同步进行更新的 那了解完我们的技术基础之后 那这里可以看一下从产品功能地图上来 对Sinkai Smart 进行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那我们的底层是大模型的通用能力 那在这个大模型通用能力的基础项 我们进行了一些增强的训练 锤类的微调以及高质量学术全文内容的相量增强 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以四个核心功能为主体的这样一个产品 四个核心功能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主要围绕着学术研究的比较核心的场景 包括智能问答对话式的增强检索 以及文献分析 以及文献分析深入去探索单篇文章 来快速地捕获文章的主旨 或者是文章的复杂概念 第三个场景是智能创作这个环节 可以去为用户提供一些比较多的写作功能 帮助用户来提高写作效率 最后一部分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 原创新检测 然后比较强调的是我们如何去检测 AI生成内容这一部分 那这边是我们拥有的是付费墙 后面的原数据和全文的向量增强 那所有的这一套的功能底层的基础 都是我们织网的底层数据 因此它是非常可靠的 专业的以及可溯源的 最后想从模型和服务上面来说 来总结一下我们Sinkai Smart的一些特有的优势 那从模型上来说 刚才也提到了 所有的模型都是基于织网的 数据的一个可信增强 因此它是可信的内容的一个技术上 同时通过Ig增强的这样一种形式 而AI生成的所有内容 都是可以溯源到Sinkai的数据库的 因此它的生成的内容都是可溯源的 那基于以上两点 那就大大减少了大模型幻觉的 这种信息风险 幻觉就是指大模型可能 大家在使用GPT 或者是其他大模型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不准确或者是 胡乱回答的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有了 质网底层数据的这样一个支撑 那就会大大减少了幻觉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从模型上面来说 首先我们是 严格遵守GDPR的国际条例的 不会存储和使用任何用户的 信息和问答来去训练和改进 我们的模型 是完全保护数据隐私和个人隐私的 另外一方面 质网的数据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优势 我们拥有的是付费强后的中文全文的数据 并且日更新量是在2万片 年更新量是在300万片 因此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是会不断庞大 不断去进行增长和扩大的 那刚才讲完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下面主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Sinkai Smart的一个功能 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核心功能 主要围绕在文献的检索和发现 然后文献的半读 分析文献的智能写作和原生性检测 几个场景下面去进行的一个分析 那下面就主要围绕着这几个场景 来进行更加具体的展示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 也是经济学这个角度 那我这里就以数字经济 这个比较具体的话题为那个主题 来给大家展开一个功能的演示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的这个核心功能是 我们第一个的这个核心功能是 对话式的增强检索 对话式的增强检索 这里是我们功能的一个简要的展示 而首先你可以直接使用自然语言去进行问答 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里聚焦到了 2024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影响 这个问题上面 你可以直接输入问题 那AI就可以根据你的问题 给到你一些比较具体和详尽的回答 那这里你就不需要使用我们传统的检索模式 比如说使用关键词 这样的检索模式去进行检索了 也就大家提高的你的一个检索效率 并且AI给出的所有的回答 都是可以在右侧的这个文献来源当中 去在CNKI的数据库中进行溯源的 包括它这里都会有引文标识 那它的引文会指到这边的文献来源上面 那AI给到这个回答之后 同时还会给出一些联想提问 与这一篇与这个问题以及内容相关的一些 更加深入 从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拓展的一些问题 来可以给到你 你可以继续地进行一些深入的探索 那这一个环节其实就帮助你去进行 启发了一些灵感 同时你也可以去在你的 想要探索的话题上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探索 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去了解某个话题 或者是某个细分领域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趋势 所以这个环节相比于传统检索上面来说 不仅提高了检索效率 同时提高了你的一个检索的宽度和广度 那另外的话 基于刚才的连锁提问 那我这里有一个深入的问题就是 而中国我们国家在数据经济发展上有哪些机遇 那我可以继续地进在数字经济这个话题上 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那AI也可以继续地去给到你一些回答 那以此往复 我可以不断地去通过它的回答 去启发我的灵感 然后我继续地去细分我的话题维度 直到我找到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话题 或者是对于数字经济这个概念 有了更加宏观 或者是更加具象化的了解 那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稳献上面的一些溯源 比如说我会了解到某十篇文献或者是某一篇文献 可能是一个比较核心或者是与这个话题相关度比较高的 那我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式的文章阅读 那我这里示例的一篇文章是数字经济 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 那我聚焦到了数字鸿沟这个话题 那我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 我就具体地在这篇文章当中去进行详细的了解 那聚焦到单篇的这个文章半读和文章阅读的功能当中 那这里是功能的一个视频的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产品议设的一些功能 一件事的去对这个文章进行了解 包括它的核心主旨是什么 研究结论是什么 研究方法文章创新点都可以一件提问 然后它都可以给到你一些比较简洁和凝联的回答 同时还可以了解到这一篇文章 待会看一下 对这边的相关研究就是这一篇文章比较相关的这五篇文章 那比如说它相关到数字鸿沟和老年幸福感这篇文章了 那这里主要演示的就是文章半读这个功能 如果你对文章里的某个概念感兴趣 你可以直接划线 然后对与之问题进行概念解答 它会把这里边所有的概念去给到你 并且给你解释 同时这篇也可以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 以及翻译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选中这篇 这一段文字将已知信息翻译成英文 它就可以把这一段文字完全给你翻译成英文展示到这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非常提高你单篇文章阅读的效率 并且如果想要深入的细分的去进行这篇文章的研读 它也可以通过文章半读的方式去在某个具体的环节 去给到你一些帮助 那同时在这里也可以进行个性化的一些提问之后 那我可能想要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个自主的创作 那我们也有AI智能写作这个环节 而这个环节其实是比较轻量级的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设计了根据不同的这个写作场景 我们也设计了不同的这个功能 包括一键生成 一键生成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成的模板 包括调研报告 文献综述等等 去进行文献的生成 同时也可以进行大纲的起草 润色和续写这些的功能 同时我们后续也会加入更多的角色管理和任务流的管理 来帮助用户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写作任务 那这里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功能的演示 那我这里聚焦到的是 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现状的一个调研 那我选择的模板是调研报告 那这里它会根据调研报告的一个模板 去给到你一些非常具体的 具体详尽的一些这样的内容的生成 那大纲的话 我也是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现状的一个分析 那它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析的内容 去给到你一些比较详尽的大纲的内容 同时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语气风格 去进行润色和续写 好的 那基于以上我们几个主要的写作场景 那后面最后的这个 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创性检测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原创性检测 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国际 高校对于生成是AI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化 那从ChatGBT3.5面试以来 高校就经历了从拒绝到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大家普遍关心的还是 AIGC内容的合理使用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现在普遍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 大家可以使用AIGC作为灵感的一些启发 或者是那个研究的一些佐证 但需要你必须正确的标识 或者是说说明以及验证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AIGC检测 集成到我们原创性检测的这个环节当中 把文献查虫以及AIGC检测 作为我们原创性检测的两个主要板块 那AIGC检测它的一个技术底层 是以我们这个知网的文献大数据资源为基础 结合我们这个知识增强的大模型 和自然语言的处理算法 通过对比语言的模式和思维逻辑 这两种这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别 识别和准确的识别出 文章中的不同程度 疑似AI生成的内容 同时它是可以准确识别 中文英文和中英文混合的内容的 那这里是一个比较简要的功能的介绍 我可以把我的文章上传到这个平台上 然后去输入上传的一些信息 那它可以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检测报告 包括这个高度疑似 轻度疑似 中度疑似 高度疑似 以及不与识别的部分 在这个文章中的一些占比 那这个可以看到高度疑似的部分 其实占到了11.210%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同时也可以下载一个比较详尽的全文报告 去详细的去看到具体的一个内容上面的一个对比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详尽的 在文章中的内容都会有一个标识 那这块可以看一下这个AIGC检测结果的报告单 都包括哪些内容 首先对于这个AIGC值做一个解释 AIGC值其实是一个知信度的概念 就是它是指你这个AIGC生成的可能性的大小 它与文章的质量是无关的 那AIGC值这里有标明 AIGC值只要大于等于0.5 即为疑似AIGC生成 那AIGC值越大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那我们这里做的一个划分是 它AIGC值大于等于0.9 就属于高度疑似 大于等于0.7是中度疑似 那大于等于0.5就是轻度疑似 这是我们的一个程度的区分 那这里的指标是汇总了 我们这个以4AIGC值占全文的一个比例 以及高中轻度AIGC的一个比例 在这里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那这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AIGC片段 疑似AIGC片段在全文的一个分布图 你可以看到它在哪个位置 以及它的程度的一个分布 也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那后面的话就是比较具体的 全文内容的一个对照 例如这一段话 它的AIGC值是0.99 那它的AIGC值是很高的 那你可能需要对于这段话 进行一个自己的改写 或者是说重写 那以上就是关于Sinkai Smart 提供的服务的一个介绍 那最后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服务模式 那产品是既面向高效机构 也面向个人研究者提供服务的 面向高效机构的是按照团队人数 去设置了一个年度订购的一个权益 那我们分为清醒版 标准版 高级版 一直到制真版等 不同梯度的这样一个 资源权益与问答权益 那个人版的话 我们是按照月 季和年 这种时间概念去设置 不同梯度的这样的一个 资源权益和问答权益的会员机制 那也欢迎大家来进行免费试用 因为我们Champing 现在是可以进行免费试用的 然后也是在不断地 持续优化迭代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欢迎大家 给我们的产品提一些建议和反馈 以上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进行提问 我看到聊天区也是有挺多问题 OK 非常感谢乔老师精彩的报告 下面又进行QA session 因为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 基于这个新的技术 由于人工智能对科研的影响 尤其CNIS中国巨大的 这个CNKR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文献的平台 下面先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老师 刚才提到深层内容溯源 这个AI数据的内容是怎么溯源到CNKR文献的 是怎样的逻辑 好的这个也是可能有很多就是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 想要了解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就是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你输入一个问题 然后AI可以给到你一些答案 那这个答案是怎么给出来的呢 刚才有提到我们是通过RAG增强向量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这个内容是比如说我提问到一个问题 那我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向量化之后 去我们向量库里去匹配我们的底层的文献 那它比如说匹配到了10篇20篇文献 那我们基于前面比较核心或者匹配度较高的RAG增强文献 然后通过大模型AI对这些文献的内容进行一个棕述和扩展 然后给出同时进行一个输出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AI输出的那些内容 那它输出的这些内容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输出的所有内容 都是基于我们新开文献的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可以溯源到我们的文献底层的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关系 然后我直接念吧 OK你也可以念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看到是问文献检测 和AIGC检测的区别是什么 文献检测可能是大家了解比较熟悉的 就是织网的那个文献查虫的服务 它主要对比的是 你的文章和其他人的文章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剽窃他人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是多少 那AIGC检测的 它的核心的目的是检测 你这个内容是AI生成的概率是多少 那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它的两个检测的核心的目的 都是去检测你这个文章是不是你自主原创的 所以它都是原创性检测的一个部分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AIGC检测是基于什么判断 所检测的内容是AI生成的 技术逻辑是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底层逻辑的问题嘛 我们这个AIGC检测的技术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它需要去你比如说你上传或者是输入一部分内容之后 它需要去识别你这个内容 在识别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用到了很多不同的技术 包括鱼翼的识别 同时我们是多语种的嘛 它会有一个多语种的识别 以及快语种文献的识别技术 同时还会包括代码的识别 以及那个图表的识别 表格抽取这样的一些技术去进行你内容上面的一个识别 那识别之后的话 它怎么去对比来判断你这个内容是AI生成的呢 我们这边在刚才也有讲到一些比较简单的 主要使用的是一个大模型的博弈对抗技术 这样的一个底层技术 同时它判断的逻辑是从语言模式和那个语言逻辑 这两个维度去进行判断 那语言模式这里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点 就是它主要基于的一个概念就是温度这个概念 因为人的表达和大模型的表达在温度上是不同的 那大模型的表达在这个温度 它可能会有一个值上面 它的温度值可能就是恒定的 那人的表达的温度值可能它是这样波动的 那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区别去进行的一个判断 那语言逻辑上面呢就是基于我们自己有的一个语言的技术 以及它逻辑上面的一个判断去判断它是不是 可能说逻辑不通或者是逻辑不相关 这样的一个维度去进行的一个判断 那这就是基本的就是它怎么去判断这个产品 不或者这个内容是一个 这个是否是AI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这样 那具体的技术细节可能就不详细展开了 应该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我非常感谢乔老师的精彩报告 尤其介绍了这个新的CNKI的这个中国之网的新的技术 对我们的科研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你